郭國文真的是好了不起 他的任期待只有8個月 可是你看一夫當官 他的8個月任期可以讓習近平 因此就會做 他不對台灣做出 地位上不同的一個轉向 我覺得真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不要唱衰自己的委員 你們如果這4席全部輸的話 你們還有66席在國會好不好 還是大多數 所以不用因為這樣子 民進黨就會斷氣 而且回憶一下你的歷史 在那個時候 你剩下27席的時候 國民黨加大業大 還是我們執政 都沒有把台灣給賣掉 你相信你執政 你害怕什麼 所以說真的不要 那麼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們還是很小勇善仗的 但是你的邏輯 因為執政了三年多 慢慢已經有點失調了 舉例來說 我必須要 你必須看看這個數據 2017年 兩岸之間貿易回升總值的 成長率是14% 我們要謝謝小英總統 兩岸貿易的順差 還是持續不斷的 表示 表示如果照劉士方這個邏輯 來去看的話 難道在蔡英文所管理的台灣 也被大陸給經濟統戰了嗎 把任何我們要拚經濟的 這樣的一個理由 全部把它打成統獨之戰 就讓我想到我大學 念政治大學 每次要辦個五回 那時候還不被允許 所以跟教官申請 一定要礦上一個 自強愛國連環五回 你沒有自強愛國 這四個字是沒有辦法的 你現在拚經濟 你沒有統戰 這兩個字也沒有辦法的 只要是韓國瑜 或是任何國民黨的人 有辦法出去外面賺的錢 他就會告訴你 這是你背後有很大的 統戰的陰謀存在 阿強透過這個方法 就是要讓我們非依靠他不可 這是一個總統不斷告誡我們 彼此要合作向外的一種心態嗎 而且我覺得韓國瑜每次提到這件事情 他就會非常的生氣 特別是對於高雄的立委 他過去不斷的呼籲高雄的立委 別人怎麼樣說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高雄 我現在是在帶著大家去做打拚 你們立委 本來就應該站在我的後盾 我們共同為高雄這一塊區域 來給全民的高雄 磨得最大的福利 所以這一點 顯然陳其邁在跟他會面的時候 表現得還可以 其他相對於劉世方的 這樣一個邏輯 相對於蘇月朗這樣的邏輯 還有相對於面對補選的 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點時空錯亂了 小英總統當初 最引以自豪的小三通 小三通難道不是 大陸釋放出的善意嗎 所以你一直把這些別人 給你的善意一直往外推 你就大膽的告訴我們 把彼此之間全被阻隔了 我們也不要所謂的順差了 我們就徹徹底底 因為我們害怕被統戰 所以我們的徹底斷絕 你做得到嗎 你又做不到 你又做不到的時候 又要集體對外 我們難道不能夠心平氣和 愛與包容了 把別人所做的很好的事情 大家一起鼓鼓掌嗎 何苦陳其中對於韓國瑜的成就 你一定要冠上了既有通路 這句話就是很酸 人家那個陳其中在臉書裡面 不但告訴大家 他在日本賣了多少錢的時候 你看韓國瑜多大方 我們一起來打拚 這不就是一個很和諧的一個象徵嗎 我只是認為說 這個316的這個選舉 已經選到讓民進黨 有不得輸的一個壓力 這種壓力都沒有切斷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說了 把這個經濟 拚經濟的這個方式 全部打成統獨之牌 然後就像卓榮泰說的 各位鄉親 當然應該勇敢走向投開票所 投開票所有什麼好勇敢的 向前走 你就去投票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勇敢向前走 然後講的每一句話都告訴他 我們台灣要守住最後的一塊 否則如何如何 各位立委選舉好不好 投票率三成 選上了很好 選不上我還是強調 四席通通都不是你們 你們還有66席 你們家大業大 你們還在當家 有什麼好把這件事情 全部都要跟大家一個 恐怖的這個方式 我只能說小英總統 真的真的 當這個所謂的 這個撿到牆的賴塔妹 當的真的太過癮了 以至於他每一件事情 整個掛鉤在一起 他就覺得他的民調 因此有辦法提升 我覺得敵人在隔壁 如果你把他認為一個敵人的話 你是要介慎恐懼 但是動不動就打出這個恐共牌 我覺得這對於整個明星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316這個選舉 真的是拚經濟的人 就像是謝龍介 他也不跟你談統都 他就是好好的拚經濟 韓國瑜就是好好的 用很賣命的方法告訴你 他是如何來賣命 為大家來提升的生活 你一定要把這些事情 全部掛上統都 我只能再一次的提醒 不要忘記了 韓國瑜就是你們越打 他才越紅 再越旺 你要讓這件事情 再重複的演出嗎 你這樣子的話 我都必須要說 這樣的牌已經不打緊了 316都不打緊了 你2020怎麼有可能 留一點 留一點好不好 給2020再來說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 都還是沒有看清楚一個關鍵 就是台灣的選民在這段期間 在過去這幾年 已經完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升級了 一方面是因為年輕的 這些新興選民 他們的思考邏輯跟模式 跟過去傳統選民 本來就不一樣 另外一方面 傳統的這些老一輩的選民 他們也在耳濡目染當中 其實他們也在做轉變 可是很多政治人物 一直都沒有看清楚這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韓國瑜 能夠形成旋風 可是很多政治人物 卻做不到的原因 我要講的是 民進黨不是在敗選之後 才強調一點說 台灣人民已經不欠民進黨了嗎 不是剛剛才講過嗎 那麼有什麼理由來告訴我們說 這一席要投下去投給民進黨 只是因為民進黨 只剩最後一口氣了 我們要守護民進黨 所以不要讓民進黨垮掉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很矛盾的 而且是不合邏輯的 那麼用這樣的操作模式 只是讓民進黨過去 曾經一度想要轉型 這樣的一個方向 又重新走回老路了 那麼第二點就是 我想相信剛才大家都提到了 你說選舉投了這一票 又來講守護台灣 又來講守護民主價值 選舉就是守護民主價值 選舉就是守護台灣 不會因為立法委員投給了誰 說因為郭國文沒有當選 因為余天沒有當選 台灣明天就淪陷了 這樣的論述是沒有辦法說服 台灣的選民的 過去可能可以 可能還混得過去 呼嚨得了 可是現在其實真的說不通了 不要把選民看得這麼淺薄 那麼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看 民進黨在打韓國瑜的同時 他應該要認真思考 是誰造就了今天的韓國瑜 不就是你民進黨嗎 除了韓國瑜自己的個人特質之外 是誰給了韓國瑜 這麼好的一個土壤跟環境 讓韓國瑜的力量可以茁壯 可以發展 就是因為你民進黨 因為你鬼混 因為你做得不好 因為你露出了這麼大的罩門 所以被打得潰不成軍 被打得守護招架之力 可是如果民進黨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捨本逐墨還是認為說 我用我過去那套論述 我用我過去的方法 我不解決本的問題 我在智維末節上來攻擊韓國瑜 來給韓國瑜小鞋穿 來打壓抹黑抹紅韓國瑜 就可以把韓流的氣勢壓下來了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韓國瑜代表的是什麼 韓國瑜代表的就是民氣 韓國瑜代表的是一股 反民進黨的民氣 是大家一肚子的怨氣 大家都希望賺錢 大家都希望缺錢的 那種鬱悶的氣氛 凝聚在韓國瑜的身上 如果民進黨看不到這一點 他還是持續的認為說 用各式各樣的手段 來打擊韓國瑜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民進黨根本只會造就韓流 只會造就韓國瑜的氣勢 更加的高漲 從去年選舉到現在 民進黨真的檢討了嗎 我們看到國民黨 包括從韓國瑜開始 大家是在拚經濟 但是從民進黨講的這幾句話 到今天為止 還在拚政治 平常一講 韓國瑜除了高雄市政 要整個大翻轉 大推動之外 其實剛剛大佬說 農委會工作做得好不好不知道 我們從這幾年 包括從去年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在農業縣市敗選 輸得這麼厲害 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知道 農民的心拉不回來 過去農民的心的基本盤是誰的 是民進黨的 高雄其實在這整個農產 農業的部分 推銷的部分 其實可以由中南部的 運銷公司來處理 但是就是因為你中央做不好 韓國瑜站在照顧高雄市農民的立場 好好的推銷這些實質 收回來的是一張一張的訂單 是有數字的訂單 比你成立台農發公司 然後賠了七千 八千萬 然後做不出什麼業績出來 最後自己陳其中還說 還好我台農發公司沒賺什麼錢 你當時不是說要成立國家隊嗎 台農發公司冷鏈系統也沒有做好 農民的產銷也沒有做好調節 然後價格崩盤 所有的工作都沒做好 所以你也拉不回來 農業縣市的主要的選票更新 所以民進黨在這一次 除了內政做不好之外 其實外交跟兩岸關係是彷環相扣 所以你現在已經沒報 所以他只能做的是什麼 又開始打反中恐攻牌 然後來團結民眾 但是民眾被民進黨騙了這麼多年 大家也清楚 我要的就是拚經濟拚拚拚 你再喊這些口號 對我實質的生活 到底有什麼樣的改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一次 主要從去年選舉到接下來 只要把經濟的主軸 把兩岸關係處理好 告訴所有的國人 把未來把國家的推動交給我 把國家的位到 這個主掌權交給我 我仍就會維持中華民國的主權 而且維持兩岸的和平 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想接下來我們會論述的更清楚 但是你不要每次國民黨提出來 兩岸和平協議 你就拚命的抹黑 但是具體的是 你過去蔡英文說 兩岸要維持現狀 你到底維持了什麼樣的現狀 你這兩天提出來 在國安會提出來七大綱領 你就是刻意的把兩岸的僵局提高 最主要的就是政治訴求 但是實際上 對國人有什麼樣的好處 我實在看不出來 所以這是民進黨 現在是沒有任何策略 可以做的 就還是跟過去一樣民粹的口號 但是看不出來 他要拚經濟的決心